这是我见过最恐怖的小萝莉 她单独约妈妈的男友划船 随后拿出放入安眠药的水 男人毫无防备 很快陷入昏迷 小萝莉立马将船滑到中央 见四周眉人 抬起她的双脚 男人瞬间失众坠入湖中 而尸体在几天后飘至湖边才被人发现 可警方找不到任何线索 只能给出士族溺亡的判定 然而小悠策划这一切 仅仅只是因为 男人并不想对小悠的妈妈负责 她知道同学小索的妈妈是一名外科医生 于是在计划形成后 哄骗小索从妈妈那里偷来安眠药 而小索后续也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本想告诉警方 可小悠联合同学阻止了她 但心地善良的小索耐不住内心的谴责 于是在学校的高台上跳了下去 小索的妈妈因此也得了失心疯 被精神病院收治 小索自杀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可最后登报的时候 却说小索患有意精神分裂症 还试图在学校纵火来攻击老师 出了这么多事 始作俑者小悠就跟没事人似的 转头依旧嘻嘻哈哈 仿佛一切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到了开学的日子 小悠所在的班级来了一位新老师安德鲁 她在欢迎仪式上送了一大束花给老师 还特地强调是妈妈安娜选的 安德鲁随着小悠的方向望去 一下被安娜吸引 她貌美如花 性感惊艳 是男人心中的模范 安德鲁的目光都不舍得离开 站在一旁的小悠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安德鲁很快就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大家都喜欢她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 可好景不长 安德鲁发现了霸凌事件 可当安德鲁追出去时 孩子们早就跑了 她找到被欺负的女孩 想了解事情真相 可女孩也不愿意多说 感觉这早已是她的家常便饭 她又找同在班级的女儿妮卡 她也只是说班级变坏了 得不到任何信息 安德鲁也无从下手 她找到小索妈妈所在的精神病院 想去看看能否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可当安德鲁刚做完自我介绍 小索的妈妈就发病了 她大喊大叫 如同看见仇人一般 原来自从女儿小索出世后 小索妈妈在潜意识里 认为是学校的原因 所以听到老师等字眼就会发病 安德鲁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只能先行离开医院 小悠知道妮卡和老安德鲁 要去公园喂松鼠 隔天她带着妈妈去偶遇 为了给妈妈制造机会 她把妮卡拉到一边玩耍 两人在凳子上东聊戏聊 聊到天文 聊到地理 小悠见两人如此开心 不禁心里暗爽 而安德鲁也竟想绅士风范 她见安娜穿着单薄 将外套脱下批到安娜身上 没一会儿 安德鲁便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让其带着女儿回家吃饭 安娜见天色已晚 也不便多说什么 将外套脱下还给安德鲁 她带着妮卡便离开了 小悠见自己的计划被强行中断 心中很是愤怒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一个计划在意涌上心头 小罗利脱下自己的贴身衣物 一脸坏笑地看着面前的老师 然后大声尖叫 于是老师就被强行关押 小罗利还买通了自己的同学 污蔑老师对自己行不轨之事 任凭她怎么解释 大家都只相信十岁的小罗利 认定小罗利才是受害者 然而小悠污蔑自己的老师 只是因为她拒绝当自己父亲的要求 于是她便涉及陷害 想让老师知难而退 可年仅十岁的孩子 一切源于几年前父亲的离世 这给小悠的家庭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这也导致小悠极度缺乏父爱 自幼成熟的她 便经常给妈妈物色男友 这次她的目标 就是自己的新任班主任安德鲁 因为小悠没去上学 安德鲁照例家访 可没想到家中只有小悠妈妈一人在家 他们随后来到小悠的房间 安德鲁建房间里只有书籍没有玩具 她很不解 小悠妈妈则说这些都是孩子自己选择的 安德鲁还在继续观察着 她一个没注意 不小心碰到小悠妈妈 从而撞到鱼缸 天时地利 两人也随即碰撞在一起 开始了一场最原始的交流 一场酣畅淋漓后 安德鲁向小悠妈妈表示歉意 随后加快脚步离开 可没想到 小悠从黑暗走出 这一切都在她的计划内 她必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隔天 学校举行竞赛 小悠的左膀右臂 却拦住了女同学的趣 而她也毫不退缩 威胁小悠说 要将小所死亡的真相告诉老师 可小悠却一脸不在意 随后便在女同学的马鞍上动了手脚 这导致她在比赛时 直接摔下马 安德鲁健壮立马跑上前 慌乱之中 她看到了小悠脸上那么得意的笑 直觉告诉她 事情很可能和小悠有关系 安德鲁受不了这个班级的奇怪氛围 她在课上大发雷霆 并质问小悠 能否将事实告诉她 小悠勾起一抹不懈的笑容 将安德鲁叫了出去 没想到小悠却不按套路出牌 直接问老师是否对妈妈负责 给自己一个家 可安德鲁非常看重自己的家庭 所以小悠提出的事情 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 她只能不断地表达自己的歉意 两人此次交谈不欢而散 当晚 安德鲁的公寓内被投掷燃烧弹 大火瞬间燃起 好在安德鲁及时发现 救出妻子和女儿逃到安全地方 所以才避免伤亡 当火被浇灭后 安德鲁返回家中 看着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公寓 心里极其难受 她虽然知道是谁做的 但也无可奈何 当天 安德鲁就去找了校长 向她说明情况后提了辞职 可现在教室短缺 校长根本不会放人 安德鲁回家后 妻子告诉小悠将女儿约了出去 她顿感不妙 连忙跑到他们相约的地点寻找 不经意中 她看见小悠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随后一条恶犬便向女儿冲来 结果可想而知 她抱着奄奄一息的女儿奔向医院 看到浑身是伤的女儿 她十分愤怒 并扬言要小悠为此付出代价 这时 安德鲁接到了小悠的电话 并将其约到学校的老某 安德鲁怒气冲冲地找了过去 可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小悠就像换了一个人 她很委屈地向安德鲁道歉 并说只是想让妈妈开心 想有个完整的家 说着说着 小悠直接抱上了安德鲁 听到此话 她的怒气也捡了不少 但理智的她 还是推开了小悠 小悠见这招说服不了安德鲁 便开始吓一行动 小萝莉要杀掉自己的老师 因为她拒绝当自己的爸爸 在这之前 她还背负了好几条人命 老师面露惊恐 不停地求饶 小萝莉不紧不慢地 用胶带将老师的嘴封上 这时来了一个 拿着手术包的的女人 她将包中 各式不一的手术器械拿出 老师吓得直发抖 小萝莉冷漠地 为她擦掉眼泪 这也预示了老师的最后结局 是什么让这个外表 天真可爱的小萝莉 做出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 小萝莉名叫小悠 因为爸爸过早的灌输知识和思想 导致小悠比同龄人成熟 也因为爸爸的离世 小悠极度缺失父爱 强烈地渴望逐渐扭曲 形成得不到就毁掉的病态心理 因为班主任安德鲁 拒绝了做她爸爸 于是小悠开始疯狂报复 往老师家中投掷燃烧弹 放狗咬伤老师女儿 甚至还涉及诬陷老师猥亵自己 而老师安德鲁 因为这莫名的诬陷 丢了工作 毁了名声 在被保释出狱后 在家中发现了不少和小悠妈妈的艳照 安德鲁瘫倒在地 她后悔不已 因为妻子也离开了她 安德鲁万念俱灰 夜晚她又接到了小悠的电话 竟是嘲讽之意 这让安德鲁十分不爽 于是她打算写封遗书给妻子 随后去找小悠复仇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小悠的计划也没有完全实施 正当安德鲁写遗书时 店员突然被切断 屋里瞬间陷入一片黑暗 安德鲁起身查看 下一秒就被一棒子敲晕 当她再次醒来 便发生了开头一幕 小悠要将安德鲁毁掉 以此来发泄自己的不快 那女人是之前跳楼学生的妈妈 因为女儿突然跳楼自杀 接受不了的女人 就此得了失心疯 她听信了小悠的话 认为老师是伤害女儿的罪魁祸首 于是成了小悠的帮凶 事情结束后 小悠将手枪擦掉指纹后递给女人 还告诉她 这样就可以看见女儿了 她泪流满面接过枪 随后抱着女儿最喜欢的玩具 躺在床上 就这样 女人结果了自己的生命 第二天 警方发现了安德鲁的尸体上 检测到了女人的指纹 可后续女人的尸体也摆在眼前 最终判定为女人杀人后自杀 而警察也照例来找小悠询问情况 可当她看到小悠妈妈的那一刻 目光瞬间被深深吸引 她知道 她沦陷了 小悠将警察的行为看在眼里 在警察离开时拉住了她 并且露出相似的微笑 她知道 小悠的思想远超于常人 承受了许多本该天真快乐的年纪 不该承受的东西 这才导致小悠极度缺失父爱 逐渐形成得不到就毁掉的病态心理